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真的闊别了 不经不觉 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 马桂开罗 我和阿铛就真的整装待发 希望金鬼和大家一起 都是宗旨赢爆马会 在这里讲开场版之前 都要衷心地多谢大家 过去几年一直支持阿铛 支持食老台和支持我 令到我们台会员数字不断上升 如果你是未做会员的 记得就做会员了 今季我们的会费 因为随着经济环境 都做了一条整 不是加价 是减价的 今次的会费是238元一个月 那我们就不要做年费 因为我和阿铛的工作都比较忙 有时候如果收了大家一年钱 我都觉得有时候 如果我给不到提示给大家 或者是做不到 就无论费了 不如我们正正经经 逐个月称 逐个月称 铺铺称 那就更加好了 今次和大家讲完开场版后 记得做这几件事 留言 赞 分享我们的片段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看阿铛的片段 搞定了 没有交换 这次开罗日 我在这场冷门的场次 我当然是厚不拜马 你穿云这些马有好处 我选了什么马 不要说太多了 去片段看看好马 跟大家看看上季 753 場次 5班1650的赛事 我今次推介给大家的马 就是 8号的皮具大师 皮具大师 就是 紫色衫 紫色帽 粉红色帽 也是紫色头罩 现在大约在 尾5的位置 你看到被红色马遮住的那只 就是皮具大师 红色马11号 那一只 行进之宝 大家也可以留意下 6号的洛天派 和 9号的领寒传奇 领寒传奇 在尾2 淺藍色衫 就是领寒传奇 这场马 其实就 留意下 因为他们在 接下来的 星期日的比赛 都会是相遇的 那 这场的 波拉门 为什么我会 选择这只皮具大师 给大家看 大家看看他在 这场的走势 真的 湯姆山很聪明的 一直都要住 这条篮 就去 发挥得不错 那 因为皮具大师 可以说上季 那么多一场 这场的演出 是演出得最好 而且 当时 其实地有少少变化 那将来的星期日 地会不会有变化呢 如果有变化的话 这只马 很适合 所以 扭一扭 找他都对 而且 在将来的赛事 轻磅 3到122磅 就算他这场 的 磅都是这么长 轻磅 124磅 以为他上季 演出 会一直沉下去 这场 他就告诉大家 他在 某个 范畴的场次 都有能力 看到 这只领航传奇 火车 9号 冲刺非常之强劲 旁边 美丽多刑 都被他过了 还有 最后这一步 湯姆新走上来 非常之精神 就被他 这场 入到我位置 所以觉得 皮具大师 不应该是这么差的 还有 临场 如果是有赔率的话 这只12号的皮具大师 我诚意推荐给大家 原来做胆 最適合 最適合 第一只推荐给大家 就是浪日雪峰 那他 C集的演出 也不算太差 比上季 有点进展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另外 《进城区》也是 今次 9档 130磅 配合艾道 上季 其实 季尾演出开始 也有少少改善 博这些马用得不太多 今季 季初博 有新鲜感 看看他可不可以扭转 上一季的劣勢 最后一只 推荐给大家 刚才也有表现的 领行传奇 我觉得 他的质素 不算认真很高 但始终 这个马用得赢 配合 赢完的组合 火车判 124磅 有个五档 真的要留意着 今场的博览本的推介 就是 培巨大师做胆 拖廊 雪峰 进城区 和领行传奇 如果你觉得 培巨大师不是很稳定 那就买铁角 OK 除了我的提示之外 好白档 铒一样有好东西 不用说了 看完他的提示 星期日一起赢白马会